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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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了没 台湾士大學 大學是什麼 好 什麼故事 來 怎麼有人如此厲害 就是其實在我們身邊 有一些這個異性戀的朋友 有時候也會有同性戀的朋友 尤其在一些文化 藝術 娛樂圈 其實同志我們常常說他們的這個 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就是非常有氣質 審美觀很獨特 對不對 Creative 很有創意 對 而且常常他們的評論是一針見血的 告訴你說你的人生缺了什麼 或是該有什麼 或是給你一些很正面的態度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來聊聊 同志能夠給我們的人生 增加多少正面的力量呢 馬上先來問問這個大學生 你身邊男同志的朋友多不多 通常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 圈叉 Tiwi Baby 你今天的裝扮是 我要不是宇宙小姐 為何我要三口流鼻 我今天是宇宙小姐 對 沒有… 謝謝啦 所以你唱的是 宇宙小姐 是被揍的小姐嗎 對 被揍的小姐 我跟你講 我同志朋友有多多 每次我辦生日派對 然後邀請一堆女生來 如果有30個人的話 只會有一個是女的 然後其他29個不是男扮女裝 就是Gay 所以你跟他們是亦敵亦友的關係 對 就是好的時候可以很好 就什麼掏心話都可以拿出來講 可是不好的時候他們就是 就會直接跟你翻臉 或是在背後講你壞話 或是就是 有一個這種 我睡覺… 我睡覺戴眼鏡滿臉痘痘 他拍我的照片 傳給我喜歡我的男生 還好那男生說好可愛喔 就沒有 對 又拐彎剝自己了 妳在身材自己是什麼 是真的 真心朋友 是不是 好 那奇蹟 妳生人滿多的 對 就是我身邊那個時候非常多 然後他們講話就非常直接 然後有一次我們一群人 然後一群女生跟那個同志朋友 一起去北京那個華為七樓吃飯 它是一個公開的場所 然後我們坐下桌 隔壁有一桌 就有一個男生非常的帥 然後很高 然後那個旁邊有一個女生就 她真的長得很帥 然後心裡就已經在哈哈大笑了 但是表面上會很矜持 然後那些同志朋友就很直接 然後這樣看她也說 然後她就站起來 直接走到隔壁之後 然後就坐在那個男生旁邊就 帥哥 我跟你講 我們那周的妹妹 我們所有人把頭全部都低下來 然後就不敢承認她朋友 所以要不要聊到電話號碼 然後以後方便聯絡一下 然後一起友誼的橋樑 算是一個仲介 小潔 就是我覺得她們像姐妹 就有時候比同性的朋友 更能跟你分享一些心事 常能說到 我覺得就是她們好像不知道 為什麼就可以很 說出一些很真心 然後很療癒的話 對… 當然說其實狠話也是很狠 對不對 我們今天的特別來賓 本身有很多同志的朋友 一起歡迎郭靖 來 來 志純靜 對… 對… 我的新歌加精選集 謝謝 因為這個是打打樣的 我們欣賞一下… 好 叫志純靜 裡面有三首新歌 還有27首是六張專輯 來的一些主打歌曲 對 默默也發行了六張 所以想讓大家就一次聽個夠 分享好聽的歌聲 真的非常恭喜妳 要不要來賤賞一下 謝謝喔 本來比較漂亮 我們要幹嘛這樣 同志的朋友很多嗎 有 有一些 都是好姐妹 妳有沒有覺得她們真的 比一般人還要 甚至比女生更了解妳的內心實際 我覺得有 她們同時擁有了 我女性朋友的那種細膩度之外 她們講話也特別幽默 而且她們是用一種 冷眼旁觀的那種幽默法 然後順便還會翻個白眼那種 所以我很喜歡跟她們聊天 好 等一下跟我們一起聊一下 謝謝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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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們今天的同時 我們有一些這個好朋友 來到現場 她們是我們的同志軍團 請她們自我介紹一下 歡迎你們 今天來的四位來賓 心思都十分細膩 說話常都是一陣見血 常常給身邊的同性 或是異性朋友 許多中肯的意見 今天我們就要藉由她們的觀察 說出兩性兼不能說的秘密喔 等於那個名字那都不會一定掛信 對 所以她就說 所以她就說 可不可以自我介紹一下 很厲害 聰明就指示了 是叫做 因為我們也叫 Sakura 就Sakura Sakura嘛 櫻花是不是 對 你娶櫻花是因為她美得燦爛 雖然只有那一順 轉戰 她活得極致是這個意思嗎 還是妳很會吸油煙呢 很會打燥 怎麼想啦 不是… 很有意境的一個名字 OK 妳是Kiwi Baby的好朋友是不是 亦迪亦友 對 亦迪亦友 剛剛Elmo看到她就說 Kiwi Baby妳輸了 Sakura比妳美 她真的比較漂亮 她是真的 這還要跟妳說嗎 可是妳有打雷射我沒用啊 可是妳皮不這麼差 妳還敢打了吧 開始了… 好 第二位來自我介紹一下 哈囉 我是小玉 小玉你是台大哲學系的 對啊 妳能不能分析一下 為什麼同志常常講話 可以這樣一針見血 這麼犀利 對 這麼犀利的原因是什麼 我覺得是尤其對女生來說好了 女生跟她的女生朋友 然後跟我們同志朋友批財 女生朋友之間很容易有競爭關係 不是他們不犀利 他們不打算對妳犀利 對妳講得太多 對妳講得太好的話 她可能就失去了 跟妳競爭的那個機會 她藏得越多的東西 她手上的把柄就越多 她就不需要 對 她就可以有更多的機會 在某些需要競爭的場合 比妳勝出那麼一點頭 好有學問 好… 好有競爭 崇拜妳耶 真的 大家開始寫筆記 我跟你講 今天這一課很重要 是的 真的 因為我們的男同志 常常是我們的戀愛導師 或者是心理諮詢師 首先要問一問大家 就有關於外表的 身旁的同事朋友 都給妳的外表 有什麼樣一針見血的建議嗎 或者是有沒有什麼名言 來 恩綺 像我室友就是一個大gay 然後他就… 大gay的意思是 光是我們家面膜就有十幾款 而且他很愛跟我說 張恩綺 妳全身要什麼都好 但妳最大的敗筆就是妳的腳指甲 然後我就說 我的腳怎麼了嗎 我有看過啊 有啊 她腳指甲都不會去塗 妳哪有看過 有環節都穿肉指甲的 有啦…妳之前也有啦 因為穿那個肉腳指甲 有 我現在有在治療 對 我幹嘛講這個 不要放棄治療 灰指甲 妳找而知說妳沒有塗而已 想要講 這個 妳有灰指甲 自己越講越多 怎麼會是 恩綺 既然妳都開口了 那我們就幫妳剪掉 後面妳解釋的話吧 好 我的同志朋友呢 都是就是扮演著一個 批評我的角色 就比如說有時候 我會跟他們去 一起去買衣服 然後我就說 這件好不好看 她會說 拿掉 然後不然就說 平常就看節目都會說 妳真的很不好笑耶 對啊 然後說 然後她就會說 就會說 請問妳的脖子有事嗎 這麼粗一條是怎麼回事 好想啊 就是因為咬文絕字 然後重點是 可是他們有一天有PO一篇 那個就是PDD的那個同志版 給我看說 就有一個同志說我是他的天才 等一下 這一定要問一下這軍團了 剛剛阿Len還有阿Q 就說他們是天菜 是嗎 請用手筆圈叉 在同志眼中她們是天菜嗎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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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在講 哥哥 陶姐姐 為什麼 我有加分 什麼呢 加分 你不可能… 挺胸 她短褲還折上來 她不臉很臭 我們要請老師講評一下 首先是Sakura Sakura Sakura 請你講評一下她今天的打扮 跟她的人 有加到嗎 很醜啊 就只是捲不管而已啊 是 那Scott覺得呢 我覺得很像灌香腸耶 很緊 灌香腸 對自己的要求 那很難啊 幹嘛自己騎我 好騷喔 等一下 這感覺是 不是 我不喜歡這種騷味 你會喜歡Q&ABABY那種騷味嗎 不會 對 她剛剛還沒錄 厲害 可是她 她不是同性 她這種 因為我跟她 同志朋友 超級細觀察力 男生們該學學啦 同志朋友在觀察人這方面 是不是真的都很厲害 有那個女朋友男生可以注意一下 女朋友就是 朱鑫鑫有沒有戴著 她習慣她化妝的樣子 應該分得出來 對 有些人就很愛裝清純 但是她就穿得很火辣 然後所以叫計程車回家 她還跟計程車司機 天啊 妳平常都會聊些什麼 大學生了沒 你會喜歡Q&ABABY那種騷味嗎 不會 她剛剛還沒錄就在電我 電我 可是她 她不是小型 她這種 因為我跟她對演你知道嗎 就是剛剛就有點這樣子 我是覺得她身材不錯 可是這種型就是野狼型 她們會喜歡的也是野狼 她們會選那種健身房的那種 就是肌肉男會愛肌肉男 也是小白兔不是嗎 是嗎 何剛 就現在很多同志 其實都還滿運動健身的 真的 一瘦就不瘦 而且你知道其實還滿 除了健身房就是運動以外 你知道大家還會互看互看這樣子 互看 就是會偷瞄 好帥喔 好 那何剛請問一下 現場哪一位男生其實 他堪稱天才 對 是你的菜之類的 有嗎 阿碩吧 阿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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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想躲 男力同心 男力同心 好 但是等一下 小玉呢 小玉 你的選擇是 有天在嗎 阿碩 阿碩 男力同心 好香喔 感覺感到榮耀 感覺是生活白癡 所以說這個外型 郭靖 同志朋友平常會提醒妳注意哪一些 不是太強了 他們會幫我看我的衣著 就是哪邊露出來 他們會叫我塞回去 對 然後或者是 我記得印象比較深刻的是 上台表演的時候 因為女生都會穿裙子嘛 然後膝蓋都會比較黑 所以他們會提醒我說 膝蓋那邊要擦粉底 很細心喔 膝蓋要擦粉底 對 這是我沒有遇過的狀況 對 其實我們 細節 細節 因為像我們入行這麼久 碰很多很多不同的造型師 有男有女有同志 然後就發現 其實最了解女人的身體的秘密 然後怎麼把曲線烘托出來 居然是同志 比我們還了解 對 他們說你怎麼會不知道這樣 我們說對不起… 他們全部都還道歉 很酸液你知道嗎 對 所以我們就要 我們就要來看我們這個同志朋友 他們有很多絕技喔 譬如說他們第一個絕技 是看臉蛋就能夠判別春光喔 問一下同學啦 請問一下身旁的同志朋友 在觀察人這方面 是不是真的都很厲害 圈握差 對 好像沒有不厲害的 好…Cube Baby 我有一個Gay朋友 他光聽對方聲音就說 我知道他大概幾歲 然後他長得好不好看 然後他就是 而且我覺得Gay跟女生 就是都有一種特質 就是可以看 很清楚看出他是不是男扮女裝 像我走在路上 我都會聽到Gay在奇奇楚楚說 那男的 這麼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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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耶 你畫成灰我們都看得出來 在夜店 在夜店或是在什麼交友軟體上面 他們就說 那要喝到很嚴重的假酒 對 還有辦法分不出來 就是Gay有一種雷打 而且我們是Gay的話 都會看得出來 對方是不是Gay 我們都有雷打 對 非常好 雷打 好 琪琪妳的打圈 我覺得他們看男人的眼光 比我們要準 有一次我們在Key TV就是唱歌的時候 然後就有一個朋友帶來的朋友 看起來非常的文字彬彬 就好像是那種很有教養的男生 然後就聊天過程中 我就覺得這個男生是一個 其實還不錯的就是那種 就是有頭腦 然後很聰明 然後旁邊那個同志朋友就講說 我跟你講他一定很花心 他女人一定很多 我說怎麼會 我說他看起來就是 很文靜的一個人 然後後來就是他朋友就是 就是我們認識的朋友就講說 他女生朋友超多 我們就 他真的很厲害 文字彬彬 所以要問一下我們的軍團 你們究竟是如何從這個外表 去判斷這個男生女生 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Sakura 我是從外觀 就是人家都說就是 嘴唇很厚的人很多情 Kent哥嗎 Kent哥 你分析一下Kent哥好不好 你們四位有沒有要分析Kent哥 對他有沒有獨到的見解 怎樣 Sakura 你幹嘛一直 這害羞嘛 對啊 你怎麼反應 一直遮嘴唇耶 怎樣 你可以說 就是他嘴唇太性感了 天菜耶 天菜… 不好意思 所以嘴唇厚就多情 還有手臂上很多痴的 手臂上很多痴的 我還好… 手臂上很多痴的也多情 對 小玉有沒有什麼分析 從哲學角度嗎 還是 其實我比較常看人家表情 因為譬如說 這個就是有那個女朋友男生 可以注意一下 你可以仔細看你就是那個 女朋友就是出現有沒有帶著 特別的那種自然的紅暈在臉上 然後就是面露就是那種春光 對 因為你知道擦粉的那種紅 跟就是自然顯現出來紅不一樣 那如果他就兩邊 就是早上一起來 就非常的亮麗的話 大概就是有個 一個美滿的一夜剛過去 對 所以如果那一夜又不是 你跟他約會的時間的話 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所以他可能劈腿了 有那種白裡透紅的感覺 對啊 跟打的那個感覺不一樣 看習慣她化妝的樣子之後 應該分得出來 小玉可以看得出來本班女同學 好奇蹟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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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他 今天大家好像都被颱風掃過的感覺 就是有一種驚嚇感 還是就是眼神太銳利 我應該要偷偷觀察 對 下次他排我在上面 他們現在在場了對不對 就很多人就這樣 好會演喔 好奇蹟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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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表演真的滿細的耶 真的 不錯 很內斂 那Scott 你可以分辨得出來 臉蛋可以看出他是正攻還是 小聲 有些人就很愛裝清純 但是他就穿得很火辣 然後講話就很小聲又很慢 就太假白了 然後我之前還有一個朋友跟我講話 超大聲喔 然後還罵髒話 邊跟我罵髒話還抽菸又酗酒 然後超級誇張 然後之後他之後叫計程車回家 他也跟計程車司機 發生 對 超誇張 他誰都吃得下 好奇蹟喔 好奇蹟喔 我已經是很認識 郭婧 郭婧妳跟妳同志朋友聊天 有聊到這麼辣嗎 誰都吃得下 我的天啊 我們平常都在聊些什麼 我們都聊些很正常的話題耶 對啊 對啊 而且我覺得同志朋友很喜歡 分享他們自己感情的方面 對 反而是這樣子 比較大膽 幹什麼 我跟你講喔 是不是酒店沒我看得很清楚 尤其酒店沒剝頭髮的時候 就會這樣 妳做過 真的好奇喔 然後抽菸都會這樣 妳做過 那家店應該倒了 因為酒店沒很厲害的是 是他們倒啤酒的時候 他們可以倒得完全沒有泡沫耶 然後他們可以拿兩個酒瓶這樣互開 就扣 碰 酒瓶就開了 打開喔 因為酒店沒超厲害 而且他們拿筆的方式 不是這樣拿 他們會這樣拿 就像叼咽這樣子 然後抽菸都拿很遠 好難喔 你還高開 觀察好細喔 對啊 妳是看過多少酒店沒採 歸納出一下子 是… 我有一些朋友是那種第三性公關 然後他們就是會跟我分享 好 我們來蓋一下 請我們同志朋友第二個絕技喔 就他們看男人比女生還要強喔 好 請問一下女大聲 常常跟身旁的同志朋友們 討論帥哥嗎 應該國際也有 國際你也有嗎 常常跟他們討論帥哥的事 會啊 而且就是如果他們知道 那個人的星座的話 我有發現同志朋友 非常了解星座這件事情 就很奇怪耶 每一個星座都可以分析 這四位誰會星座嗎 沒有人會 小玉 怎麼那麼奇少 妳真的是一個奇葩耶 小玉 我想問你 如果說就摩羯座的男生 你覺得怎麼樣 在感情方面 小玉老師 我的 我追過了裡面 大概一半以上是摩羯座 對 可是其實我覺得 摩羯座的男生很糟糕 怎麼說… 為什麼 對我來說就是 LMO啊 中間 好啦 就是摩羯座 他們通常有一種就是 認真 等一下… 妳眼皮在發光 妳兩個眼皮在紅耶 對 她有給妳美好的夜晚吧 對啊 就前男友人怎麼可能 嗯啊 對 好 所以他們是 所以就是 摩羯座他們有一種認真的風格 就是他們會在執著的事情上 有一個很認真的狀態 是 可是問題就在於說 當你不去 當你不去認同他認真的 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就會跟你翻臉 然後 而且他一定要咬定這件事情 就是他認為這件事情是對的 他就咬死不會放 然後就是你怎麼 不管你可能想要委婉的方式 或想要就是 達到共識的方式都不可能 對 他就會硬要咬著他 蠻硬執著的 有摩羯男的特質嗎 太陽摩羯啊 太陽摩羯啊 那種上身獅子 對 上身獅子 對啊 看頭髮看得出來 看頭髮就看得出來 我們以前看 好好笑喔 好 剛剛有講到星座啦 其實這題我們是要討論帥哥的 對… 對啊 泰拉… 因為我之前有就是 同志朋友他們就是跟我常常去逛街 然後他們就說那男的好帥喔 然後我就覺得是很帥沒錯 然後他就會立馬 就是很想要去跟他要電話 或什麼之類 或者是他說那人是給或什麼 可是他們就是很愛看帥哥 可是又很愛分析 他們到底是不是 然後如果是的話 我就會很難過說他 他是 但是其實你們身邊的同志朋友 有沒有就是說 他們會觀察男生的哪些細節是 我以前 就身為女性以前都沒有注意到過 有沒有愛播 比如說跟一群 我之前也有一群Gay朋友 然後跟他們一起去夜店的話 我是覺得他們比較喜歡觀察 看分析男生的性能力好不好 怎麼分析呢 就被夜店看得出來 對啊 怎麼看 然後就說那男的好帥 我覺得他眼神很銳利 我覺得他昨天他應該是 昨天晚上就是 應該是很激情的一晚 然後就會說 我們去跟他要電話 可能聊天室或什麼 就會回來分析說 就是那個人是不是真的 原本他們看到那麼厲害 但結果都很準 對 是喔 是十隻眼 這個…他們剛剛講的這些細節 有嗎 四位 真的是一眼可以看穿嗎 Sakura 有啊 就是 有時候看手 有時候看鼻子 鼻子看得挺不挺 很準嗎 可是我就是不相信這些 我都… 女大聲心裡的真實靈魂 同志朋友精準詮釋 他們知道從女性的包包 就知道她是一個怎麼樣的妹喔 女性力喝麥斯的話 我又覺得她很 又獨立的感覺 對啊 情分析 愛馬仕的話 不是被包養的話 就是名媛貴婦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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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瘦 我覺得也是內心最珍珠的一個那樣子 對啊 內心是瘦 大學生了沒 可是我就是不相信這些 我都直接用動手 什麼 動手是比較快嗎 但是剛剛其實有講到一點 就是你們講的例子 就是我們不講性能力 就比如說這個男生你坐進來 看起來好像很斯文 但事實上是個那種壞蛋這樣 這種你們也很準嗎 小玉 我覺得妳要看細節 因為斯文男生其實很多 可是當妳跟他搭話的時候 他會不會就是在斯文的途中 就是能夠一直讓妳進一步 有繼續跟他搭話下去的慾望 因為有些是真的不懂這種事情 妳怎麼跟他搭話就是悶悶的 其實這種人本來妳就不太會 繼續想跟他聊 可是有些人就是安安靜靜的 可是妳一跟他搭話的時候 他又應對著 剛剛好讓妳有繼續深入的感覺 他應該手段滿高明的 那有沒有什麼細節可以 就是你們可以彼此看到說 他應該是同志或他不是同志 怎麼判斷 衣服的牌子 就什麼時候 韓風的那個衣服 現在不是很流行嗎 可是男生跟Gay穿的韓風 方法其實有點差別 Gay穿的會在更多飄逸的東西 然後更多垂墜式的 然後在那裡就是 營造這些走路的時候旋轉 就好像旁邊的路位 都跟他捲起來那種感覺 Sakura這種的這種 Sakura有一點水醉 水醉 所以我們現在想要借助 你們幾位的真實之眼 因為你們有些特徵很厲害的能力 可以分析出來我們大學生裡面 男生誰是比較屬於花心的嗎 好 我們先問Sakura 妳的一票投給誰 還是有兩票三票 Elmo Elmo 為什麼 不知道他感覺就是壞壞的 妳答對了 沒道理喔 才一定會去夜店大拔美 沒道理喔 其他同學 贊成這個說法嗎 圈插 不要負荷 沒道理啊 高準喔 怎樣 誰要來說一下 恩綺來 Elmo我超愛看辣妹了 而且他一看妹就可以知道 然後他有卡特有多大 對 Jance 你也按圈 Elmo就是這樣的人喔 對不起喔 我莫名一個很笨的問題 他比較純情一點 好 Scott 你覺得哪一位 我也覺得是Elmo 為什麼 拿個特質… 因為他輸由頭感覺 因為我覺得女生蠻愛由頭的感覺 沒有啦 是嗎 而且他看起來就是還滿花心的 也是Gate的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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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啦 キーウィ愛是他 何剛你也投給他嗎 我投大豪耶 大豪 沒有耶 其實看起來就是有點像 等一下就是要去夜店的感覺嗎 穿肘跟髮型這樣子 大風格啦 對啊 我覺得就是 大豪非常專精 大豪是屬於外型比較騙人 就外型看起來好像很愛玩 很愛打扮 但其實他很乖 對 奇蹟 據我所知 因為我跟大豪姐也認識一年 她從來不去夜店 而且就是晚上12點以前就回家 因為她都給妳回家 她媽都有給她設門禁 而且她非常非常的專情 從我認識到現在 她念念不忘她那些前女友 每天都對我們 對 每天都跟我們講 真的喔 再講下去 何剛又要說是她的天菜 是的 就是她喜歡阿蘇吧 阿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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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阿蘇 還是阿蘇 好 小玉妳的分析 我投阿Q耶 阿蘇 女朋友 怎麼會這樣 她是神偷奶爸 她是不是看起來 就是為頂好友的女友的那種人 沒錯 阿Q的惡情惡狀逃不過法眼 要我們來回顧 阿Q對Patrick女友做了什麼事情吧 滅紅樓 她自己講… 來… Oh my God 其實放到兄弟最後一天了 最愛情合夥 最愛情 因為無聊都會去找他們玩 然後呢 反正就很正常就對 我們都覺得很正常 然後早上我就跟她睡一睡 所以早上起床的時候 你知道男生都有那個生理反應 天啊 我起床的時候我還想說 怎麼又起來了 我還想說 不對 怎麼頂到一個東西 臉都壞了 走了…他要動手 屁股 我的天啊 天啊 那我覺得他看起來是 受愛者在這裡 我覺得他看起來是那種 標準的扮豬吃老虎 可能沒有扮 就是專門吃老虎類 對 沒有扮豬是豬 這一點你先不能講話 Patrick來講 你是他的多年好友 就是其實他夠花啦 他喜歡 他可以看 可是他得不到 所以比較 所以知道頂朋友的 頂朋友的 跟我分享 阿Q有話說嗎 因為沒有人要幫你說話 對啊 剛剛還有人要我幫大豪說話 你看我長這樣我怎麼樣花心 我長這麼醜 我哪裡花心 扮豬是老虎以退為進 就是因為長這樣 然後其實大家不會有任何的 就是那個 對你也不會有任何的寶貝 分析… 解釋了相當的下位 好的 接下來我們要進入 我們這個感情篇了 他們有幾個特殊能力 這樣第一個 他們只要從女性的包包 就知道她是一個什麼樣的妹喔 好 來 所以要先請問一下大家 以名牌來講的話 妳特別喜歡哪一個牌子 女生 來 郭靖 來 也要問一下 名牌包來說 特別喜歡哪個牌子 他們要等一下分析你們 特別 我可能是比較不算是名牌 但是我很喜歡那個MCM那個牌子 OK 好 韓國的一個品牌 來 大家女生自己寫出來 我們看看 奇跡直接寫愛好 我最心想女生Lin Hummers 我覺得LV還好 就是如果一個就是 上班族女性Lin Hummers 我就覺得她很有獨立的感覺 等一下 Ruby是LV 我會喜歡這牌子 是因為我媽媽就是 也很喜歡這牌子 然後她留給我都這牌子 然後她就直接就是 把她的包包留給我用 我覺得我們兩個又會被罵 從小的冰箱 對 Scott 請分析 我覺得Cucci的話應該是 就是高調 但是又很騷的感覺 好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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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夜店還滿騷的 很難騷 我覺得也是內心 不是很內心 一個那樣子 對 只是卡在外表 卡在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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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一個BV 但是大家沒有寫 BV的話大概就是假高調 但是其實內心 假低調 對 假低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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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直聞 你自己不是有一個假的嗎 對啊 應該是假的咧 然後愛馬仕的話 不是被包養的話 就是名媛貴婦 對 那L LV LV就是 LV LV除了就是老 就是基本款的話 其實她我覺得是滿好看的 因為什麼 我不知道她那個是不是基本款 都是基本款 她是精品店店員喔 那就很好看喔 因為那種 對 她喜歡 她喜歡LV 除了一種嫌棄感 這種年紀 這種年紀就背經典LV 其實你覺得 你可能要去看一下你身份證 身份證上的書 這年份有沒有錯 對 那個心態上 不太適合這個時候背 好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你們有第二個能力 就是打造學院池也是有藝術的 這種話術才有效 那請請請教我們一下說 女生要講什麼樣的話 比較容易要到東西 女生喔 她有時候會在Facebook 或者是Line上面說 我也好想要有一個 白雪公主的Chanel 然後她就會說 就會有人 就是上面就會很多人說 怎麼樣… 就會有人送她 男生的話 可能就是要帶 帶一些比較有錢的大媽 去逛精品店 然後就要講得很有理想 就是說 我以後賺錢 一定要買這個手錶 之後生日就會送到這個手錶 真的耶 真的耶 男生要很有理想的感覺 男生不能就是很弱的感覺 CueBaby妳這兒會不會 妳會不會這樣的話術 這種耶 就是要東西嘛 我都靠自己耶 我覺得要東西很表面 偷東西 偷東西嗎 沒有 我沒有偷 她最愛偷我家房間的東西 她用偷打 我只是跟她借男少 真的 她很賤 我們知道 她每次都是趁我在睡覺的時候 她要回台中 她就從我房間拿走一個東西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她欠我3000塊不還 我乾脆用扣的 那時候根本就還沒欠妳錢好不好 那妳都拿什麼 QA Baby 我頂多就是借個胸罩而已 胸罩也要借 你看多誇張 因為我那時候 我真的沒有勇氣走進奶罩店 因為我真的怕她問我幾罩店 妳都敢這樣走上街了 那妳現在已經買了 妳可以還她 她的嗎 我已經還了 她自己給我要的 要了好多次她才還我 但是在選胸罩上 Sakura妳覺得妳的品味有比她好 對不對 對啊 她那奶罩真的太醜 你選男友的品味真的還好 你連男朋友才… 你怎麼送妳 怎麼送妳絕對不會錯 同學軍團金獸王道之選 這樣送妳準沒錯 另一半絕對愛死妳 我覺得自己做卡片 女生就會覺得很用心 我自己習慣是烤蛋糕 或是烤餅乾什麼的 AS4號不是情人節嗎 然後機械也是情人節嗎 可是一個是冷的 一個是熱的 好細喔 對 那機械的時候我做的是檸檬口味的 因為檸檬比較清爽 硬磚啦 薄薄的 然後用她的名字 然後就放在上面當裝飾 好可愛 男生是好 大學生了沒 她那奶罩真的太醜 她選男友的 你選男友的品味真的還好 你連男朋友才醜吧 那種死台客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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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爭… 青菜蘿蔔各有所愛 真的 我們現在不是要聊話術嗎 有 是 我有認識一個Gay朋友 她叫史考特 然後她跟我說 我就有一天看到她 她跟另外一個姐妹 就兩個人背愛薄金包 出門一個30萬 我想說年紀輕輕背什麼薄金包 結果她跟我說 這是我15歲的時候 我男朋友送我的 然後她就是送我這30萬的包 當作禮物 我說那妳男朋友忍呢 她說沒有 她原本要跟我一起移民加拿大 這樣我就沒有跟她走 結果她15歲就在背薄金包了 什麼回事 那她是怎麼要到的啊 妳是怎麼要到的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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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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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辦到的 怎麼辦到的 沒有 我就… 我就假裝跟她說 我覺得這個包包好好看 因為我那時候還沒有什麼包包 然後我就說 這包包好好看 我好想要 結果我就 因為我知道 我大概不知道價錢 我就傳給她 她就隔天就是 大概是過一兩個禮拜的情人節 她就送了 我就說這是真的嗎還是假的 她說是真的 她還帶我去拿 然後結果就是 我之後才 她之後才告訴我說 她訂了很久她才拿到 對啊 但是她訂很久 而且不訂就有耶 就 妳好驕傲 對啊 驕傲什麼 我跟你講 我們還有一個朋友 她有兩個薄金包 一個藍色 一個是 黑色的 她怎麼騙到的 不知道他們怎麼騙到 我也想騙都騙不到 騙不到就算了 但是我們還要借助你們 另外一個能力就是說 你們可不可以教我們這個 就是說如果判斷 譬如說男生或女生 她在感情上一定是一個騙子 我們要特別注意她 可是我很懶得去跟人家注意這件事情 因為我喜歡看人家就是被騙 沒有 就是 我喜歡看人家從被騙之中 振作起來的那個燦爛的光明 所以就是 就看她去跌倒就對了 對啊 我覺得你知道 爬起來一次 你就有越多的那個經驗嘛 就不用怕被騙啊 人生難免要跌倒幾次 對 這滿有道理的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個 這樣送禮準沒錯 另一半絕對愛死你 是的 請問一下男大生 你覺得送女生什麼樣的禮物 真的是萬無一失 所以郭婷你會找同志陪你 去挑一些這個禮物嗎 我的同志朋友比較特別 他們會全全交給我處理 他們就說 你去挑就好 我就付錢 他們就 因為妳品味好 相信妳 大概 對 相信我 漂亮喔 但其實妳有沒有收過男生的禮物 是讓妳覺得 怎麼會送這個 瞬間白眼一萬遍那種 我曾經有收過內衣 內衣 一整組的 送 是開於內衣嗎 不是開於內衣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妳們都會有點爆紋的感覺 我想說 請問這適合我嗎 對 就妳覺得她送的不是很 對 妳很喜歡 對 好 我們看一看大家 Patrick 對 其實如果要講到送女生禮物 萬無一失 絕對是衛生棉 除非她挺進化 她都很喜歡 是嗎 哪有 會嗎 小牛會喜歡嗎 小牛 喜歡 喜歡 因為其實衛生棉 不是 那是因為羅志祥吧 羅志祥 為什麼 跟他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 羅志祥之前有拍過 這樣子的廣告 沒有…因為我喜歡用那種 很涼的衛生棉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 那種衛生棉會涼 但那個其實價位滿高 如果男生送我 如果食包我 對 但是家裡囤貨 我會超開心的 衛生棉 妳很適用的立場 對 妳很適用 小芝 我不會喜歡收到衛生棉 因為 我家衛生棉也滿多的 所以我需要 每個人都把自己生活椅子 都曝露要不行了 好像阿碩是自己做卡片 對 我覺得自己做卡片 女生就覺得很用心 就絕對不會出錯這樣 真的嗎 何剛 你覺得自己做卡片這件事 最重的 我去年的時候 也是做卡片給另一半 因為她什麼都不缺 那是用卡片 那時候我送給她的時候 她其實還滿感動的 因為那個時候 她以為我會去外面買 就是20塊 50塊那種 大卡片這樣子 就寫這一樣 可是其實不是我是自己做 而且我是在她生日前 一個月就做好 後來就得到一個薄金包嗎 對… 其實我不太重視於物資的東西 對 而且我如果收到什麼東西 其實因為你知道物資就是 可以賺錢自己想要做什麼事 這樣自己拿會比較有成就對不對 對 我其實也喜歡收到的是卡片 因為你知道男生女生 是金卡還黑卡 就是那種一般的 就是自己手工做的卡片 因為其實 例如說男生跟女生這樣 男生其實送卡片機率不大 通常都是女生做 因為女生比較細心 可是如果今天是 另一半送你卡片的話 我覺得還滿貼心 因為那個是 沒有 就是不是用金錢得到的 你在講的通室 都會覺得Sakura跟Scar 都有點這樣 對啊 有點 在旁邊 我都沒有收過卡片耶 沒有 我覺得是要送物資的東西 你們就是薄金包的命啊 你不喜歡你走開 真的 好 你們答案先放著… 然後我們請同事君下來看 哪一個真的是送到星坎裡 Scott 你覺得 沒有耶 沒有 沒有 配件手環也不行是不是 配件很難選耶 跟手環很難選 對啊 太難選了 可是阿倫這種 送紅包也不OK嗎 紅包這種 如果他如果包1200的話就不行 可能包66之類 結婚了 結婚六萬六 真的好物質喔 沒有 六萬 那可以叫我們有什麼送這個 比如說送女生的禮物可以 真的是無敵的 香水的話可能送 Jummarong的香水 它可以混合噴 然後包包的話可能送Chanel的 就是每個女生都會喜歡的包包 就是最夢想的包包 就是Chanel 夢幻的包包 不是有人寫手作卡片嗎 有人寫配件手環 沒有 我沒有在管你啊 然後那個 對 就是你知道現在很多店有那種 客製化的精品 客製化的配件 客製化的手環 然後你可以讓你就是 譬如說你可以刻名字或刻什麼 就是如果你覺得自己的手工 不好的話 其實你可以試試看 去做客製化的東西 另外一個我自己的話 我自己習慣是烤蛋糕 或是烤餅乾什麼的 因為蛋糕還可以做裝飾 然後裝飾上面就可以畫他的名字 或是畫我們兩個愛心 然後之類的東西 做在裝飾上面 不過那個對自己有信心在做 不然做出來可能就是很慘 他可能一吃下去 就突然你臉上那就算了 所以有做特別做特殊造型嗎 還是就一般的 有啊 有時候也會看天氣 譬如說2月14號不是情人節嗎 然後七夕也是情人節嗎 可是一個是冷的 一個是熱的 譬如說我 好細喔 可以 譬如說之前七夕的時候 我做的是檸檬口味的 因為檸檬比較清爽 然後做的是檸檬 對 做的是檸檬 檸檬慕斯 然後上面還用就是那種很像 用類似冰淇淋的東西 就是冰了一塊就是字 就是那種類似冰磚薄薄的 然後用它的名字 然後就放在上面當裝飾 對 可是如果是 之前冷天我是送 我要送那個溫蛋糕 最近很流行溫蛋糕嘛 就是你可以熱熱吃 然後吃下去你會覺得 因為甜甜的 然後心裡就會很暖和 送溫溫 男生好好學一些 好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第四個能力 就是偷情是有徵兆的 從這幾點就會看出端倪喔 好 請問一下大學生 什麼事情是不會跟同性好友說 但是會跟同志好朋友說的呢 好 琪琪妳說劈腿的時候 對 我之前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跟我非常好 我以為我們兩個是人生中 就是非常就最好的朋友 秘密都是可以互相講 然後結果有一次就是 因為我跟他男朋友關係很好 然後他男朋友就說 他最近怎麼有點怪怪的 不接我電話 然後是不是很常跟你們出去 就是都不提到我了 我說他最近沒有跟我很常聊天 我也不知道 然後後來是我們另一個 同志的好朋友 然後偷偷跟我講說 你知道嗎 然後他有了新的對象 然後比他男朋友條件優秀很多 我覺得他近期就會劈腿了 我就很受傷 我覺得你怎麼不跟我講 然後跟他講 對 真的 來 阿倫 對啊 因為其實我發現同志 因為跟他都聊過嘛 同志是比女人更女人 那一般像我們如果說 想要了解一個女人 她在想什麼的時候 直接對女人她不會跟你講 反而就是要對同志 她才會跟你講 女人在想什麼 妳要用什麼策略 去接近她什麼的這樣 但是要問一下這四位 就是你們會從什麼地方去判斷 她這個 妳好朋友另外一方 已經這個劈腿 但是要問一下這四位 就是你們會從什麼地方去判斷 她這個 妳好朋友另外一方 已經這個劈腿 我就覺得如果 尤其妳身為男生 如果妳要發現妳的女朋友 有沒有劈腿的話 最好跟她的同志朋友打好關係 她想報告嗎 沒有 因為通常 她們覺得妳有一種 一間二顧的感覺 對啊 妳跟姐妹的男朋友很貼近 我覺得這個互相 就是妳身為一個同志 其實那個女生 跟你女生好朋友 其實很容易就是什麼話 都跟你講 就是無話不談 其實我覺得妳身為她的男朋友 妳接近妳女生的 接近妳女朋友的朋友沒有什麼不對 妳會多了解她的生活 其實妳這樣可以稍微 她發現就是 她知道妳跟她的朋友還滿熟 她也比較少出軌的機率 妳知道如果有出軌 就可能很容易就被妳發現 就算只是想說 無心的跟哪個就是 心歡來一下好了 她可能都會想到 擔心這個可能你知道 管不住嘴 然後一下就傳入去了 所以這個一方面可以保護 然後二方面也可以 就是早點知道一些風聲 不過剛剛她說無話不談 我記得Q寶寶寫了一個Sex 是不是 對啊 就是她男朋友身材還不錯 然後又是古銅色肌膚 她都會讓我就是摸一下這樣 摸一下胸肌這樣 她男朋友有來現場喔 可是摸兩下我就會翻臉 摸兩下就翻臉 她不准其他女生碰她男朋友 有一次我跟她去Gay Bar玩 有一個女生喝醉酒 要親她男朋友 她翻臉 直接抓那女生的頭 真的假的 我在旁邊 我在旁邊會嚇死 結束的時候 到一桶冰塊在她頭上 好像拍電影喔 而且他們在夜店 都在玩躲貓貓的戲嘛 就是她會跑來說 那個我男朋友在哪裡 妳有看到她嗎 然後她男朋友都跑來找我說 妳有看到Sakura嗎 怎麼不見 然後兩個就一直在找對方 今天要很謝謝同志聚會 來到螢幕中 跟我們聊了很多不同的這個 專業啦 是 真的 大家都學到很多是嗎 是 好 最後來聽好歌啦 是的 柯靜 妳今天的來什麼歌曲 好 傲慢與天見 歡迎 好 好 我想我失去的不止一點點 我對妳的愛不分黑夜或是白天 一日不見萬分想念 如果妳願意陪在我的身邊 我會每天疼妳一千點 傲慢與偏見 讓我們浪費許多時間 太多的諾言我已疲倦 同樣的問題還存在妳我之間 更多的危險妳是否看見 妳說妳將會為了愛我而改變 妳說妳將會愛我直到永遠 妳說妳要我再給妳一點時間 這些話我已聽了千百遍 謝謝 好聽喔 好聽一首歌 這個是我們最愛的陳淑華 之前的歌對不對 現在由這個郭靜來唱 我覺得感覺又不一樣 非常恭喜妳 謝謝 也謝謝妳陪我們度過這麼精采的 對啊 沒事 太開心了 對啊 謝謝我們同志集團 謝謝你們 謝謝 拜拜